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 维新圣教创造宗主 混元禅师 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 行道至今已经40年的岁月 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师父以社会服务 还有《易经》、《教育》跟广大的社会大众结缘 那么也因此在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 有许许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台中道场的刘延成刘师兄 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宗教信仰的经验 还有学习的这些心得 一起来欢迎他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维新圣教台中道场第18届 假班 我叫刘延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师兄好 今天很难得的经验 我们一起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要来工作 对 那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要分享的是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的历程 那还有您自己觉得 在这个人生路上 有这样的一份信仰 您觉得感受如何 我是出生在云林 云林县大批乡 这是农村子弟 我爸妈从事都是务隆的工作 我妈是当我小时候她也是 也是都有拜拜 都是有拜拜 对 家里都有都有拜拜 你祖神是哪一位呢 祖神是我们所谓的九户前水 也有供奉太子元帅土地公 对 早期都是跟我爸妈从小跟着一起拜 后来我就在国中那个时候 我妈妈是由乡下邻居 那去就是一起去上那个一贯道 是 一贯道 对 这段期间有跟我爸爸有点意见不合 对 因为他一入一贯道之后 就开始如素 在向下的地方要如素也不方便 原来是因为这一点这样子 对 对 所以起初家里也是很反对 因为毕竟务农嘛 就是都是身体力行 都是做比较出众的工作 要开烂 要开烂 需要比较吃得粗糙应用的 所以说他现在吃粗糙都比较简单吃 比较应用不良 是 身体就比较弱一点 对 那这个阶段以来 其实我真的也感触蛮多的 因为我入到我们 微信圣教是一个音源集会 就在我们一个高中的同学 那也有跟我提到说 有一个宗教有在教一经风水 他觉得蛮有 蛮好的 蛮好的 而且他老板他本身在做五股杂粮的 五股杂粮 都是进口方面的五股杂粮 从国外进口 大豆那些进来我们台湾卖 都有在这个过程都获利很多 他就跟我提到说台湾 在东山路那边有要开班授课 叫我一起跟他过去 当时在听见的 对啦 听看看 就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真的 想要来好好认识一下 刚开始也是懵懵懂懂想说 好啊 就是朋友嘛 也不会出卖你 想说好啊 既然他这么提就去看看 好啊 打着好奇的心理 想说好去看看 之前有自学的这个过程经验吗 也没有 没有没有 对对对 从零一张白纸开始 对对对 刚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 那第一个月应该蛮精彩的 对对对 是不是都坚持下来第一个月 其实我是一路走过来 真的是 我满满感谢我们当时的指导老师 是袁生老师 是 对对对 还有师娘吴立民 刚开始我一本这方面 都不懂进去学 进去学嘛 刚开始从基本的八卦 慢慢学 他也是很用心在教导我们 要诵经 要普卦 而且每到就是下课之后 都有很丰盛的 是 的晚餐 是 对对对 那个时候不是因为 因为那么丰盛晚餐去的 就是因为想说 去了解说 郁经风雪是怎么个由来 对对对对 这样子 这样子过程 那其实在这个学习里面 不管是易经方面 或者是在风水的方面 您自己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应用 就像您一开始 其实是 听到人家就是说 在五股 掌量的这些镜头买卖方面 其实都有一个 背后都有一个 用意张卦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好奇 怎么可以这有张卦 可以得知说 对 这一件可以买卖的东西 可以买跟不可以买 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对对对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点 那就促使您进来 到这个教室里面坐着 然后能够来听经文法 然后了解这些 易经风水妙法的奥秘 对对对 那运用了哪些东西 其实在我的老家 真的是很多不如法的地方 我老家是三合院 就是在湖边有种一棵大树 藉由湖边的外 就是大树外面 有比较高的楼层 就是高的比我往三合院还高 就是如同在上阁老师所讲的 湖边高就伤到女主人 真的是印证到这个点 我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回想到 我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 是 对对对 是 然后藉由请老师去看 就是整个洋载的那个风水 然后之后有调整过来 右边有一棵大树 还有车库 这个都是很伤女人的 就换位置 整个车库都把它移掉 那棵树也砍了 那棵树要砍之前 也是有 有跟老师请示 这个要怎么去处理 刚开始也想说 既然不行就砍了 结果老师说不行不行 这个还要有 有一个基本的法语 我们也要尊重 不管是任何的草木 都是要尊重 是 所以 对 当下就是以老师 所讲的法语去做 圆满 对对 后来这样子下来 我妈妈的身体慢慢慢慢没有改善 是 对对对 潜移默化的 对对对 就是每次要遇到有困难 有问题的时候 就是翻阅一下 有关于怎么去针对问题处理 对 因为我记得我妈在住院的 你用最多的 你用最多的 对对 我妈在住院的时候 就是 就是 就是面临到很多问题点 然后 当下也 找了很多 想说藉由 我们的尿满不串里面说 摆设 针对问题去处理 我妈妈的身体 由于是在住院的时候 真的很苦恼 就是找不到病因 也有 也有 沾挂 也有借由 许师兄的沾挂 因为我本身 沾挂的方面 没有那么 力道跟那个知情也没有透彻 所以有借由 许师兄的沾挂 对对对对 许师兄有提到说 你可以 也可以借由我们的 把起伏相案来做 对于这个方面 对于妈妈的病情会有帮助 就是 找不到原因嘛 是 他处在 在医院也是很难 很难受 想说 借由 祈福相案的这个 妙法 就可以来祈祷 就是 对对对 您可以更具体的来分享一下 祈福相案当时你是怎么准备的吗 这个我每天就是很 很虔诚 也是借由诵经 做祈福相案 送什么经 天德经 天德经 硅谷先是天德经 对对对对对 真的妈妈的病情从 他是碰到 整个在地上打滚 然后借由医生去检查 结果 发现到原本是从那个肾脏那边有结石 然后跑到那个 膀胱尿道那边 之后才找到 病院是从那里出 原本也是有 一定去住过医院了 检查没什么 差不多两三天又出院了 那回到家里 当天晚上 在那个 一点多的时候 我爸打电话给我说 妈妈痛得很难受 要赶快送到医院 我好 我是从台中赶回去 我们乡下在园里 就是送到就近的 家医基督教医院 那天晚上我直接就冲下去了 在急诊室的时候 在那边做检查 他也是痛得很难受 我也愚心很不忍 又看到我妈 她的身体很瘦弱 像是痛在我们身上 对对对 那请问一下 当时这个祈福相案是 是在爸爸妈妈家做 还是是坐在你自己家 在台中 在台中我自己家 在台中自己家做的 对对对 那当下就是 唯独就祈求王产老祖 大使大便 我们王产老祖来帮忙 对对对 展现他的天威 这样能够救度我们的亲人 真的 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从第一天进入教室 来学第一堂的 玉井风水课程 到今天大概多久的时间 我是96年就接触到现在 但是初级班解业之后 就没有再继续 不过由原生 原生老师所带的 就是在宗教这方面的区块 就做的比较多 我是做的比较 就是跟着大家一起这样做下来 就是主讲 严调我做就好了 就不求什么 对对 每逢就是有碰到 我们3号6水路绕会 都会到厨房做 香气厨的工作 是 就是做义工 对对 不管是切菜洗碗 还有饭桌子 只要哪边需要帮忙 对对对 就是去参与这样的五位牧师 对对对 当下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看到 原生老师跟福利敏师娘 他们都有身体力行 在带着我们做 对 那其他的部分 您像是诵经 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参与跟心得 有有 诵经这个区块真的是有感受到 在我初级班到18届 所以这段期间我是没有放弃 不过没有来上歌 不过也从事任何的义工工作 我都有出来参与 那18届那一届 我们那个吴立敏师娘 就跟我一个萧师兄 就跟我讲说 原诚原诚 我要去上18届 你要跟我一起来上 去上歌也要去上半拜 这样子喔 好好好 那个时候 有福利敏师娘 在前五进来 独十八届 要不然我当下 在东山道场是十三届的 中间都有回来做义工 宋经临宋哪一部经比较多 天德经 硅谷县是天德经比较多 对对对 那大概最多的时候 有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了呢 都是千步以上 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个应该以你的年纪 应该事业正是忙碌的时候 就是自己利用时间 时间怎么挤出来了 就是利用自己的 利用晚上时间比较多 晚上时间 因为白天要工作 对对对对 在于我宋经这个区块也是 但是藉由我们在学犯拜的时候 真的也是感触蛮多的 第一次学习犯拜的时候 多么有趣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 刚开始进来 想说除了宋经之外 还要在学犯拜 学犯拜的这个过程 刚开始想说 还要拿法器 是啊 拿柳韵目语 对 那个时候真的很忙 左手拿柳韵 右手拿目语 还要先把它拿得稳 对对对对对对 要经过真的是一段时间 半年一年 慢慢慢慢这样子下来 刚开始这个柳韵 直柳韵的时候 真的要拿不稳 拿不稳 对对对 手伸啊是什么 对 种种状况 是啊是啊 这个过程真的很好玩 因为有个藉由法器 你可以在这个法器当中 听到柳韵的声音 跟牧鱼的声音 还有 柳韵跟柳韵的法器 融入 融入在我们的送经的部分 真的很伐喜 你提到的应该是共鸣 是不是 对对对 共鸣 我在这边学到这个 进入到犯拜的时候 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 我回去边修车 边拿工具来这边悄悄打打 藉由在自己在练习 因为短短的上课就三小时 对 那我通常都是七点半才到 慢一点到 七点开始七点半到 就少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学习的时间 藉由在工作时候 这边悄悄打打 对对 复习一下练习一下 对对 太好了 真的很好 在我们原本法师 真的很用心在带领我们学犯拜这个区块 真的 是 是 就是 在课堂上所学的 总是你要用到你实际上的 不管是佛遣也好 注念这个区块 我当下我印象最深的 这个注念这个区块 真的出去外面注念 真的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嗯 嗯 嗯 我当下我印象最深的 嗯 嗯 就是 临终的八小时 是的 对对对 在我 我三年前 我 师姐 的 外婆 嘛 她的 她那个时候是一百岁 嗯 在 嗯 就是从小姐的 前几天 往生的 她 刚好那天是中午 我 我那个弟媳 她说 跟我 我家师姐讲说 啊 三姐三姐 那个奶奶的 这几天都吃不下 那那怎么办 那我就跟她讲说 那要不然你先用那个 七宝 帮她洗一洗 那结果那天中午 她跟她先用七宝 先帮她忍个洗一洗之后 让她去 在房间躺着 嗯 啊 经过一个多小时 她过去看 结果 已经 往生了 是 对 当下我想怎么 非常自然 对 很自然 很自然 我想说 哇 怎么会这样子嘛 我们不曉得七宝 的用途也是很广 对 可以让人如此平静 对 对对 每逢就是有身体不适 就是啊 我也有亲身经历过 有去 就是外面 就是去参加一些活动回来 有绝对不适合 我都会用七宝先洗一洗 就感觉差很多 那天真的是 让我感受很深 就是我奶奶 我师姐她奶奶 外婆害 那天刚好洗完澡 就是用七宝洗完之后 在那边 一个多小时之后 就往生了 是 当下我也是很紧张 怎么会突然间这样子 我有联络到我们那个检主任 她说好 那我们就邀其他 开始帮她做一个 对对对 就从台中赶下去 就邀几个同秀下去助练嘛 这个过程当中 看她的面貌 整个原本是 一般往生之后就是没有 就是脸色比较苍范 对 藉由我们佛号 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 这样是慢慢慢慢 中间她原本嘴巴也微微张开 那也有藉由我们的法医 在帮她开示 她原本的嘴巴慢慢慢慢 就會闭合 那个脸色就很红润 经过送完八小时 我从那个阶段 真的是 历历在目 就是 等于是自己亲眼所见 感受真的是原来 临终隅念八小时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 而且我也很庆幸 我能够帮我 自己 她 外婆做这个 痴 我어가过来的 要不然就是 在没有接触到犯败这个区块 真的不晓得临终 这个有这么重要 去助念也有很重要的一些法医 是 对 那个时候也很 自己也很欣慰 可以为我们的自信 做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陆陆续续也都有 就参加我们的 公务上的外面的去助念 对 有一次出任务 公务前往火葬场 刚好我们去 也是我们同修的家亲属 去帮他做助念这个工作 我们在助念这个过程 刚好旁边也有往生的家属 靠近来说 你们是哪一个宗教团体 你们在送这个 就是助念这个过程 听到我们的法医宣流 很好听 而且也很庄严 他也想说 你就是来询问说 想了解 对了解 然后先了解 跟他解释 我们是维新圣教 在广传疫情风水 还有助念这个区块 对 都有很完整的一个内容 建构这样子 我们跟他解释之后 他想说他也 那可不可以 我们也可以申请 我说可以啊 我就跟他 就是那个电话 就让他打过来 跟我们台中道场这边 助念团 在那边做接洽 那真的是隔了两天 我们也收到讯息 要去帮这个个案 做助念这个动作 去到现场真的是 他们也看到我也很高兴 对 毕竟有一面之远 对 藉由诵经整个过程 他们真的很高兴 也很发喜 也很感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缘分 对 我想这个就是像一个音乐家 他就是即使台下 只有一个听众 一位听众 但是他也会把 最美好的一个音乐 他轻声地来演奏出来 那能够让人家 心里面产生共鸣 然后感动 那是最好的 那进而能够希望 有更多的人可以去听到 然后口碑 对 建立这个口碑 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殊胜的一个境界这样 那当然我们的助念团 出去社会服务的时候 也都希望能够借由 每一次的服务过程 广结善缘 然后让我们跟更多的 有缘的朋友呢 以这样子一个妙法 我们的助念法医 以这样的妙法 来跟大家戏缘 希望他们可以走得非常地安心 然后家属也都可以觉得 非常地安慰 对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法务 我们中本里面学习 易经风水跟宗教 就是这么地丰富 希望更多人参与 今天非常感谢刘师兄 在节目当中分享您的 很宝贵的经验 谢谢您 谢谢 祝福您平安健康 拥有更多的勇气 智慧与信心 来面对每一天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